我人生当中做过很多选择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 我想要的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到逃离事服 但是可以在城市中找到一处避难所 厦门自古以来 就是一座开放的港口城市 十八世纪末 归来的东南亚华丘 带回了味道辛辣的沙茶酱 将其投入汤锅 配以大骨头汤 碱水油面 海鲜 以及丰富的配菜 形成了厦门这片天地下 人们的避风港 沙茶面 如今厦门演变成一座发达 又悠闲的城市 沙茶面 沙茶面也在诠释着不一样的治愈功效 对于原住民来说 他们在乎的永远是那勺沙茶汤 因为这是沙茶面的基底 也是厦门的老味道 而对于新住民来说 他们关注的还有配菜的丰富 与营养 因为这是一份 属于厦门的自由与惬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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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创建了一家旅行社 初中就是为来厦门的旅客 定制独一无二的体验式旅游路线 比如说薄饼 它是一个非常有在地特色的体验 如果你不把它用一种方式去呈现出来 大多数游客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还有个这么个东西 投身于旅游行业 不仅因为阿旺是一个吃货 也源于他对极限运动的热衷 哎呀 起风了 我先去海边冲哥浪 你们继续 好吧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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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选择做文旅 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 往上坡路的那种选择 家人也会不理解 因为你神经病吧 你正常应该是怎样怎样 但你就是知道那不是你想要的 我怎么办 那个时候风跟冲浪给我很大的帮助 就是看到他们 每个人生活的状态我再去找去学习 我真的应该要这样 我觉得说不同的群体在寻找自己的厦门 我更喜欢他有山有海 可以跟一群朋友约着一起冲冲浪 你帮他蹭一下 他脸上不够啊 太少了 那就可以 玩完冲浪之后 我们可以去大排档里面 点个菜 聊聊天 然后该工作的时候返回去工作 今天一起跑个灯塔怎么样 你先下 看看风怎么样 妈呀 身上分不清是海水还是汗水的阿旺 每一次从海里上来鸡肠碌碌 脑子里想的都是一碗沙茶面 但是就算再饿 他也绝对不会随便吃一家 沙茶林在厦门 有着沙茶面鼻祖的称号 八十多岁的老板 习惯亲自熬制沙茶面的汤头 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调配方式 看似酱汤浓重 然而鲜咸中 又有着微微的辣和微微的甜 我觉得他的汤特别好喝 有一点点辣 他咖喱的那个味道很浓稠 喝下去之后 那个口水就疯狂地在分泌 对阿旺来说 厦门的海 沙茶林的汤 既有他所追求的刺激感 也使他无比熟悉 这种原住民心心念念的老味道 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勾起了阿旺 心中的好奇 我给你请教一下 我刚喝了一下那个汤 我觉得你的汤头可能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汤会有一点点心口辣 比较刺激口味 会想要让人吃更多喝更多 就是你的汤头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什么讲究 主要是我老爸从印尼过来的 他配的原料花生酱 花生酱 咖喱粉 咖喱粉 咖喱粉的质量很重要 咖喱粉的质量不好 就根本没那个 汤头就吃不来 就没那个香味 虽然经过几十年了 这原材料都改变了 那我们就跟着这家店 也就跟着条条的 我看到有些配料 是别的家好像没有的 比如说我吃那个脆骨 这个是根据各个地方 各个地方顾客的需要 我们开始也没有脆骨 是吧 因为这一代的顾客爱吃这个 爱吃脆骨 就增加这个品种 谢谢 那现在这边的客人 主要是不是都是本地的这些街坊邻居 对 还很多是旅游的 女儿为了吃一碗面 一直打听打听 在哪里 打听到这边过来 现在在百家村 百家村 百家村的东西很好吃 好的来姜母鸭 牛章鱼 这些 我们比姜母鸭还早 比姜母鸭要更早 我们是第一家 第一家 你们的 52年 我七岁开始 跟我老爸 也给我老爸卖沙打面 那78年 对 你今年多大了吗 我今年85岁 85岁 1938年生了 那你状态很好现在 还可以 学习 学习 厉害厉害 所以我有听过一个前辈 跟我们分享 他是一个非常酷的人 登顶过世界上的各大高峰 那个时候我们会问他说 你有想过说 冒着生命危险 登珠峰值不值得吗 他其实当时有反问我们 你知道海里面玩风针冲浪 在别人看起来也是一件 蛮傻的事情 风吹入晒的 可是你的人生不就是这样 像昨天沙沙林的那位老爷爷一样 70多岁 80多岁的时候 还在做自己的经营的创新 我很羡慕这种状态 所以我也会希望说 我在80多岁的时候 也能够保持自己的热爱 黑黑也是一位热爱运动的年轻人 比起街道 黑黑更喜欢在海边释放能量 对于黑黑来说 海边的天地 不仅仅是他挥洒汗水的场所 我跟我的闺蜜 我们是很喜欢户外运动的 很多的朋友看到 就表示很想要加入 然后我们就招募陌生人 一起享受这种户外的生活方式 把我最喜欢的运动 分享给了非常多的人 所谓一分练九分吃 黑黑约上她的好闺蜜 为下一场沙滩派对 寻找既健康又美味的晚餐 伊丰以龙虾沙茶茶面 在厦门占据一片天地 这两份龙虾沙茶茶面 59号稍坐一下 等会我们一起送这 这碗面的主角 是来自海里的小青龙 经营剔透 献煞鱼虾 献煞献炖 南盖香气 好 谢谢 在黑黑看来 伊丰的龙虾不仅美味鲜嫩 还是蛋白质的绝佳来源 健身的人群的首选 一定会选择龙虾沙茶茶面 因为它是高蛋白的 然后搭配一些生菜 西兰花 瘦肉 锅骨肉 再与饱含碳水化合物的 碱水面一配 完美的健身餐 练而不吃 不吃白练 这可以说是 吃过最好吃的沙茶面 我在想这期 可以到海边玩 有什么排球吗 那就往水枪 往水球 我觉得可能要提前说一下 那个东西会改成沙茶面 对 就是早上要找一点厨房去巴士 去买海鲜 哇 我饿了 谢谢老板 不要 买了 你买虾吗 买虾 我们买这个算这个的价 便宜点 我们跟你讲 这条街 沙茶面是海鲜最便宜的一条街 那就买30吧 30西块 要不40块就好了 阿叔30了 撑到40了 太多票 我们要30 35也可以 30一罐要你30 好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老板 算20啊 老板 没有没有 不要再减了 在厦门 煮一锅沙茶面 海鲜配菜可自由选择 但是一份地道的沙茶酱 却必不可少 妹妹 走了 妈妈 走了 贝 你好 我要买沙茶酱 好 好 这是沙茶酱 好 我回去要是煮沙茶面 要怎么做汤底 这很简单 调料都调好的 调好的 就什么都不用加 什么都不用加 就是加食材就可以 对对对 就看你的量 自己试味道 对 好 好 可以 吃多少吃 我们的想法是 有的时候日复一日的生活 会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枯燥乏味 很想要逃离这个城市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做到逃离世俗 但是可以在城市中 找到一处避难所 我们很喜欢海滨和沙滩 我们很喜欢海滨和沙滩 在这个空间之下 我们可以感觉到很快乐 很安全 很治愈 像海滨和沙滨的厨房 最后发展的景象 政府真的要求 好好吃 有没有 下了 尝语 局 中国人 我们可能达到 蜜蜜 你们要求 在很健身的厨房里光 有没有 我们都能买了 我们都能干什么 真的好吃耶 在一鍋地道的沙茶湯裡 自意地加入自己喜歡的各類海鮮 搭配著鹼水面和夏日海灘的清風 這份屬於廈門的韌性與自由 正是黑黑這位充滿活力的新住民 要與大家分享的快樂 之前我看過一句話 她說不快樂才是生活常態嘛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其實快樂也可以是生活常態 沙灘 大海 沙茶麵 讓年輕活力的她們 活成了詩 這是一種選擇 更是一種生活態度 您好 要沙茶麵 加蝦仁 醋肉 豆干 再來一個削骨肉 多少錢 在廈門 沙茶麵 沙茶麵 沙茶麵的溫潤和包容 是這座開放的城市的寫照 沙茶麵 在這片天地下 每個人都能找到一份 自由與愜意 每個人 每個人都可以吃出 屬於自己的那一碗 沙茶麵 沙茶麵 阿叔 你要放豚豚麵嗎 雲豚排裡面是土豬肉 還有蟹籽麵 還有蝦 所有東西交融在一起 才組合成了一個雲豚麵 就跟我的作品一樣 先把唱做好 再把跳做好 再把表演做好 再放到一起 慢慢去磨合 慢慢去熬它 去煮它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一種口感 用一句粵語來說的話 叫做 其實我們廣東很多美食 其實都是做了身邊鄰居的生意 有很多都是我父親留下來的 因為有這些東西在 因為有人情世故在 我們的街坊鄰居的情感在 吃上一碗麵 就整個心裏也會暖起來 是 人生的 遺點 人生的 人生的